現在嘗試來找那個彗星C2019U6 這一顆叫做萊蒙彗星 然後呢它在那個北冕座的左下方 然後現在畫面這三顆就是北冕座 我們把畫面調亮一點 畫面這三顆就是北冕座 最底下這個是冠鎖式 進入這一顆呢 冠鎖式 右邊這是冠鎖山 我們從冠鎖式左下角移動 這邊有烏雲擋住了 然後因為我基本上天文知識不是很好 然後基本上我也還沒去尋找說 這顆C2019U6現在的新等是多少 錄影應該是看不到不過 相機看起來錄不到 現在一二 再重新找一下 這有台飛機飛過去 我看一下肉眼可以看到這台飛機嗎 現在肉眼看不到這台飛機 它飛過去了 好不理它 還是追一下 追這有沒有 這一台飛機是肉眼看不到的 真的看不到 好 好 這三顆 北冕 北冕座 冠鎖式是這一顆 這一顆是冠鎖式 左下角的彗星 沒有 沒有 這雲沒散就沒機會了 我等一下再來一段 右邊這三顆 可以看到在邊邊 北冕座 底下這裡是 根據APP顯示 它是在這個位置 沒錯 對 對對對 這 這個 我用這樣 雜訊比較少 來看一下 北冕座這三顆 上面是我家那個窗戶 擋住了 好 北冕座這三顆很容易 認出來 然後這裡底下 底下這邊 我看APP是在底下這兩顆的上來 然後 比右邊 這幾顆下來一點 所以 這個位置 這一個是彗星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彗星的位置 沒錯 但是 拍不出彗星的感覺 右邊 右一台 右一台東西飛過去 有沒有 上面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什麼東西 飛機嗎 大小星應該是這一顆 直直下來 這裡有一顆星星 大小星嘛 大小星旁邊有一顆小星星 然後 連上去有兩顆 沒錯 然後這一顆是木夫22 好 木夫22 再往上走 右上方有兩顆 這一台飛機飛過去 好 先讓飛機飛過去 飛機飛過去 飛過這一顆 現在畫面中間的是 這是 這裡是哪裡 這裡沒特別寫好 我們要上去找木夫45 在右上角 這邊有點混亂 我們先找右上角這邊的 這邊整這麼多顆 對對對對對 然後這邊有三顆 這個是木夫45 不是不是 上面這顆才是木夫45 爬上來了 左邊有三顆 對這三顆 好 這三顆以後呢 右上方有了 兩顆三顆 我先找一下 兩顆三顆在這裡 所以 聯盟彗星在這裡 接下來往上走 彗星的位置 估計的沒錯是這一點 這一點是彗星的位置 啊 C20 C2019U6 彗星 但是很尷尬的是 我們再確認一下 我們再確認一下 左下有一顆嘛 然後對 下面有兩顆斜的 然後左邊有一顆 所以這裡是 C20 C20 C2019U6的位置 右邊這三顆一樣是 北緬座 然後往下呢 接下來會有兩顆斜角的 然後這是 在上面 旁邊會有 兩三顆星星這裡 所以 對 大概在這個位置 但是沒有看到 這邊看得出來有星星嗎 這個中間區 應該是有一顆彗星的 這時候連星星都沒有 估計是現在這個位置 沒錯 這位置看不出來有星星呢 這邊有一顆星星 一顆 一顆好 好暗的 看不出彗星也沒屁用啊 這邊也有一顆啦 但是呢 App顯示的是在 這個位置才對 這邊的確沒有看到 是這種能找到幾等星呢 我要研究好 不然 永遠在那個 瞎子摸相啊 好 收工 收工不完了 不完了